欢迎收听 报效 副科专家 在您开心的同时 不要忘记订阅 订点赞和分享 第八十三集 严正方文言巍巍地笑着 没有回答 而是看向了周正雍 周同学 你觉得李美娟同学说的如何呀 周正雍一脸的骄傲冷酷 微微地点头 啊 说得很好 跟我诊断的一样 严正方没有问断浪 而是看向底下的那些医生们 你们都听到了吗 有谁还是以单一病因诊断此病的 可以站出来了 严正方的这话一落 只见这医生里面 足足有将近十个人 默默地从队伍里走出来 低着头走到了第一个出局的李绍青那儿 这样一来 足足有十几个人就已经出局了 严正方看着那些出局的人 你们的试卷我都扫了一眼 但是也就只是扫了一眼 因为我看一眼就知道了 因为你们中的很多人 第一句话说出来就已经错了 那么接下来根本就不用看了 医生治病救人 是一点都不允许错的 现在你们知道 你们的医术其实并没有那么的高明 你们只不过是借着现在高科技的仪器 借着那流水现实的吃不死人的西药配比来看病罢了 你们距离一个真正合格的医生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人特别是医生 莫要骄狂 好了 李美娟同学 你接着说 你判断的基本上还算准确 这第一关诊断 算是你勉强的过了 那么接下来再说说 如何治疗如何的开药方吧 李美娟得到了老院长的赞扬 顿时整个人的精气神都拔高了一个台阶 显得更加的精神起来 于是他清了清嗓子 侃侃而谈 老院长 根据以上的判断 所以我开的药方是 壮骨抒筋伞 李美娟刚刚的说出壮骨抒筋伞的名字 严正方一下子就把他打断了 你等等 李美娟文言一愣 这时候 严正方看向了断浪 断浪小友 你来说说 壮骨抒筋伞 适合不适合此人服用啊 断浪文言微笑 哟 这装逼的机会又来了 不对不对 是跟同行互相学习的机会又来了 断浪文言上前 既然是严老先生叫小的回答 那小的就妄言几句 说着话呢 断浪直接看着李美娟 这位美女啊 恕我直言啊 你呢 前面说的还算勉强凑合 但是还不完全 我来给你补充一下啊 虽然你说的很好 分析的也算勉强到位了 但是 既然你知道此人的腰疼 是一个复合病症 那么理所当然的 你就应该知道 哪个病兆轻 哪个病兆重 是吧 并且根据各种病兆的 气血运行规律 以及脏气之间的影响来判断 先对哪个病兆治疗 是不是 治疗嘛 要分出一个轻重缓急 是不是 而不能像炖八宝粥一样 直接一锅你就给炖了 这世界上没有很多症状 是一锅炖就能解决的 必须要有一个主攻的方向 病兆一个个的挖出去 病丝也是一根一根的抽出来 这就是病来如山倒 病去如抽丝的意思 治病啊 你得慢慢来 你倒好 直接开了一个壮骨疏金伞出来 是 不错 壮骨疏金伞是一种全身总体的温补药剂 其中呢 包含着十六味的中草药 当归杜仲 党森 狗棋子 续断木通 川穹淑地 泽兰 川山龙 白纸等十六味 然而呢 这十六味的壮骨疏金伞 是粗质 粗质 那就是稀里糊涂的质 能治好多少算多少 然而真正的医生治病 可不是这么治的 而是对症下药 挑出最该先治疗的下药 而不是你的一锅盾呢 至于怎么治 开什么方子 暂且我不能跟你说啊 断浪说到这儿 看向了严正方 老先生 我说的哪里不对的 还请你指教啊 严正方微笑道 没有没有 说得很好 然后他看向了李美娟 听了断浪小友的解释 你现在知道自己哪儿错了吧 李美娟低下自己高傲的头颅来 是的老院长 我知道我错了 严正方再次叹了一口气 唉 犯同样错误的人 自己离开吧 我就不点名了 这一下 足足有将近十个人 一起离开了队伍 之前的那些人 一下子就剩到了一小半了 足足有二十几个人 都被刷了下去 断浪看着还剩下来的 十来个人 哦 嘿嘿 唉 中医院的医生还是可以的嘛 居然还有这么多人 棘手啊 断浪这么说 那些底下被刷掉的人 个个气得咬牙切齿的 但是却又无可奈何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通过断浪的两段解说 他们算是真真切切的意识到了 断浪在医学上的造诣 已经远远高出他们 那接下来就得靠剩下的兄弟姐妹们了 一定要坚挺 一定要坚强啊 可不要被这祸把咱们中医院给团灭了呀 那样的话 那这人可就丢大了 三十多个人啊 被打的只剩下了一小半了 严正方拿着剩下的卷子看了看 又看了看剩下的人 他安详地翻动着卷子 脸上是喜怒无痕 片刻之后 他又放下了卷子 看着那十来个剩下的人 算了 课上的不算完整 但是 这终究还是比赛 我们就速战速决吧 诊病这块 就算过去了 下面 我们直接从药方精准上入手 开始下一轮 剩下的人一个接着一个说 用的都是什么药方 你 那个眼镜 眼镜立刻上前 老院长 我觉得哈 病人是妖机老损 外加肾气不足 所以呢 我开的是通壁堂 它有草屋 自穿屋 骨碎补 这眼镜还没说完 严正方挥了挥手 错 下一个 这眼镜当时是目瞪口呆 愣在原地 它愣是没动 严正方看向这个眼镜 怎么 对我的判断有意义 段浪 你给他解释解释 一听说段浪来给解释 这眼镜连忙的挥了挥手 不不不 我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的了 这眼镜说着 擦着汗就跑向了那边的人了 就是那边被刷下来的那帮人 老院长啊 我觉得吧 应该用麒麟伞 它是有那个 错 下一个 老院长 我觉得应该用正骨气吊伞 它这个 错 下一个 老院长 我觉得应该用乌鸡接骨舟 错 下一个 老院长 我觉得吧 它那个 错 下一个 老院长 错 下一个 下一个 就轮到段浪了 段浪站了出来 严正方也微微转头 看着段浪 底下的所有人也一起看向段浪了 因为段浪是他们唯一的对手 所以只要段浪张嘴 然后严正方说一个字错 那么他们就赢了 因为他们还剩下几个人呢 段浪出来扫射了一圈底下的人 微微的笑着 然后还清了清嗓子 正确的方计应该是 段浪停顿了一下 妖龙汤 是啥 妖龙汤 那是啥玩意儿啊 什么妖龙不妖龙的 什么乱七八糟的 众人闻听这妖龙汤三个字 全都是一浪 不少人根本就没听过这三个字 而有一些很明显是知道这个药方 他们有的是在思索 有的在低头 有的在绞尽脑汁 想着这妖龙汤的药方 到底是什么来着 是管啥的来着 也有很多人根本就不再去想了 而是看向严正方 等他说那个错字 然而 严正方闭着眼睛 也不说话 这是个奇怪的场面 严正方闭眼闭了好一会儿 才睁开眼睛 而且这眼角还带着微微的笑意 哎呀 这么久了 总算是听到一个正确的 严正方说着 伸手把自己开的那个药方翻了出来 然后拎了起来让大家都看见 果然呢 那个方记上面写着的药方 三个大字 腰龙汤 啊 这个腰龙汤啊 大腰子那个腰啊 不是 这汤不骚吗 这 严正方微微的笑着 正确的方子 就是腰龙汤 想必啊 在座的各位 有很多人连听都没听过这个方子吧 而且 就算是有人听过 也根本就记不起来这个方子是什么了吧 停顿了一下 很多人都已经坐到了主任医师的位置上了 但是对于诊病呢 你们居然还是如此的菜鸟 脱离了现代化的仪器 你们又算个什么东西 脱离了西药的制式配方 你们又算是什么大夫 可是如果看病 一切都靠仪器和西药的制式配方 要你们这些医生 又有何用啊 有何用 那随便在街上拉出来一个人 都可以成为主治医师 主任医师了 区区的一个小小的腰疼 就让你们这些不学无术的骡子 很快的就现行了 脾气一个比一个大 本事呢 却一个也不如一个 说着话 严正方看着 那几个还站在 没被淘汰队伍里的那几个人 你们还站在那干嘛 去你们该去的地方 最后的几个人 赶紧就跑到对面去了 失败者的队伍中去了 至此呢 中医院方对段浪方 只剩下了三个人 段浪 周正雍 秦清 严正方看着那一大堆的人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哎呀 看看你们 看看你们 看看你们那一个个怂样 真是不知道 这李世贤是怎么容忍你们这群废物的 说话呀 你们怎么不说话了 之前不是挺能超出的吗 啊 现在怎么哑巴了 还牛啊 一群人 啊 一群人围攻一个外来医院的年轻学员 我这一张老脸都替你们害臊啊 一个个的啊 都是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还有几个副教授 哼 那廖中海就带出你们这么一帮没出息的东西 你们对得起他吗 一群饭桶 这老院长看起来是真生气了 他的这些晚辈们 一个个的 一个比一个不争气 看个病居然看成这个样 让区区断浪一个人给打得落花流水 三十多个人呢 愣是给刷的就剩下俩人了 第八十四集 事实上 到了此时此刻 最终断浪的输赢 都已经没有太大的实际的意义了 因为到了这个节骨眼上 断浪一个人打三十几个 最后只剩下了三个人 断浪已经赢了 严正方大骂了一阵 气得不轻 最后可能想起来 啊 比赛好像还没结束呢 这才结束了 训斥这群不争气的家伙 严正方 瞥了下面那些失败者们一眼 一脸的生气 但是还是拿着三张试卷 朝着众人道 这是唯一写对了药方 是妖龙汤的三个人 也就是你们面前的 段浪 周正雍 秦青 也许你们觉得三个人的功力 都是差不多的 可能是个平手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 不是平手 真正的胜利者 只有一个 是谁呢 让我们接着看 周正雍 你来 念念你的药方 周正雍带着一脸 胜利者的微笑 接过了严正方的药方 啊 诸位同仁 别的我不多说 我来念一下 真正的 妖龙汤的药方的配武士 周正雍念出了 他的妖龙汤的药方来 一边说着 周正雍脸上的得意和高姿态 就像是一个给皇帝传旨的太监那样高傲 念完了 周正雍朝着严正方恭敬的点头致意 严老 我念完了 严正方闭着眼睛 听着周正雍把药方念完 然后点了点头 看向了段浪 段浪 对于这个药方 你怎么看呢 段浪闻言微笑了 不是严老 这个药方恐怕不用我说 你也知道是假的了吧 严正方闻言一愣 随即黑黑的笑了笑 周正雍一听 当时就不淡定了 他两步就上前来 段浪 你什么意思 你当你是个什么东西 凭什么说我的药方是假的 段浪闻言也不恼怒 电不上前 周正雍 你不用恼 你也不用怒 有话你就好好说嘛 你看看你成什么样子啊 屁打个事跟火烧了钉一样 动不动就恼 咱拉裤兜子了 你 你休要跟我这成口舌之力 你以为你背了两本医书 你就了不得了 跟你说吧 中国的好医生多的是 背医书的人可不止你一个 不要以为自己看医书 会开两个方子就以为自己是名医了 我明着跟你说吧 在我眼里 你什么都不是 你连做个医生都不配你 你就是穿着白大褂的一个流氓 这时候 严正方慢慢地扭头 周正雍 你要干什么 周正雍闻言一愣 他知道 自己刚才实在是失态了 但是这个断浪 他 他真是 他太气人了 他 于是周正雍低头道 对不起啊 爷老 刚才我有点冲动 严正方瞥了他一眼 哼 鄙视 就有个鄙视的样子 如果要像个泼妇一样的在这骂街 那我就不奉陪了 周正雍连忙低三下气道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爷老 我 我是太冲动了 哼 你是冲动吗 我看你是被猪油蒙了心了 我看哪 你不但不尊重对手 而且似乎连话都不想让人家说了 要不 这场比赛 你自己判自己一个第一 得了吧 不不不 不是这样的 爷老 我没那个意思 那就给我闭嘴 老老实实的给我听人家说 邪不压正 你若是对的 还怕别人说吗 你若是错了 别人不该说吗 是 是 严老训斥的是 严正方瞪了他一眼 段浪啊 你接着说 段浪抠了抠鼻子 看着严正方的 哦 哎 那傻逼当真不会打断我说话了 周正雍文言往前那么一窜 但是 看到严正方正看着自己 生生的吞下了一口气 咬牙狠狠的看了看段浪 哼了一声 他退了回去 段浪见周正雍终于算是老实了 于是黑黑的笑了笑 这才继续的说下去 呵呵呵 那个周正雍 周大夫 请原谅我能冒昧 啊 我请问你 您知道中医药药里的基本知识吗 周正雍文言使劲的哼了一声 哼 老子倒背如流 哦 哎呀呀呀 是吗 哎呀那好啊 既然周大夫你这么自信 那我就考你一个 简单的中医药问题啊 周正雍依然是一脸的不屑之色 哼 只要你不是故意的出那些偏门的东西 我何惧之有啊 哦 呵呵呵 这个自然是不会的 又严老在此呢 我怎么会那样呢 我就是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 何谓十八反 周正雍文言脸上露出了不屑 而且自傲的不得了的神色了 哼 这么简单的问题 那也叫问题吗 所谓十八反呢 是指药物的配武禁忌 是一些药物合用 会产生剧烈的毒副作用 或降低和破坏药效 而这十八反有句歌诀 是这么说的 本草名言十八反 半楼被炼 急宫屋 早起元岁聚战草 朱身心雀 盼离卢 我这 停停停 死到吧 停 最后一句 怎么念的 啊 朱身心雀 盼离卢啊 哦 哎 那周大夫 请你把您方才说的 妖龙汤的第三味药 你给我说一下 哼 第三味是 苦身食客 哎呀 哎呀 果然好记性 哎 那行 那您再说一下 您说的妖龙汤的 最后一味药 嗯 最后一味是 黎卢食客呀 段浪这回 他不说话了 抱着膀子 瞇着个眼睛 就像是看着一个白痴一样 看着还在得意洋洋的周正雍 周正雍尚且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质问段浪 哎 不是你什么意思 你拿那种简单的东西来考我 你是瞧不起我吗 你 这时候 秦轻带着一脸的怜悯 看着还在发飙的周正雍 周氏哥 你难道还没明白段浪的意思吗 都已经这么明显了 诸身心却盼梨卢 你开出的妖龙汤里 同时存有苦身和梨卢 饮了药材配我的十八反药 要是真的像你这么配 那是要吃死人的啊 周氏哥 你这是从哪里背下来的方子啊 怎么自己就不好好想想呢 哎 周正雍闻言呢 一下子他就懵逼了 他自问是熟读医书的 博文强记 这医术术语 中药配方 枕病案例 他都能背诵下来 好多好多好多老多老多了 可是他却没有去考验 这些药物配武的真假 他背诵下来的 这副妖龙汤的配方 很明显这不知道 是哪一个雍医 根据药性胡乱配武 出来的一剂补药 本着中药轻易 吃不死人的原则 搞出这么一副药方来 不想啊 却无形之中的 应了十八反了 然而这些 他并没有注意 那周正雍的胸中 诗书万卷 可是都被他背死了 他从来就没有去想 这些药方的真假 自己竟然背诵了一副 有着明显致命错误的 十八反的药方 居然还自明得意呢 周正雍可傻眼了 傻眼的无话可说 严正芳则是深深的 叹了一口气 哎呀 小周啊 你现在知道 哪儿错了吧 这医者行医 治病救人 过口之炎 过手之药 皆可置人于生死 可你呢 哎呀 去吧 严正芳挥了挥手 周正雍是一眼不发 像是一具僵尸一样 朝着对面那些 被刷下来的医生们 走去了 这一次他输给段浪 输得彻彻底底 输得哑口无言 十八反 这是古代学徒都知道的事 但是奈何呀 在这样以西医为主要治疗方式的时代 很多人已经不注意这个了 这很多人 自然也包括周正雍一个 周正雍也是万万没有想到 他记载在脑海里的这个 不知道是哪个雍医开出来的药方 居然他妈的应了十八反了 这不是他们坑爹吗 这 确实是坑爹 真是把周正雍坑了个不浅呢 不过 不管怎么说 这也是周正雍学中医学的教条 学的浮疲潦草 只得中医其表 不究其理所致 不然也不会被段浪 逮住这么大的一个漏洞啊 周正雍这回是败得彻彻底底 段浪这次自然是不会放过 如此大好的贬损周正雍的机会 这次见周正雍下去了 可没有就这么放过他的机会 而是笑嘻嘻地迈着方部 走到了众人的面前 故意地在严正方的面前 黑黑地笑着 半句公道 嘿嘿嘿 哎呀 老先生 不要这么严肃嘛 是不是 这周大夫这个人呢 其实还是蛮好的嘛 这个 虽然嘛 在这个药方的审查上 出了那么一点小小的纰漏 但是也就是小小的纰漏而已啊 虽然常言到 硬了十八反 神仙也难管 但是 这也没什么的嘛 对吧 顶多也就是把病人 吃了个口外眼邪 半身不随 跑杜拉西 最多也就是个暴毙而亡嘛 对吧 但是这些小小的失误啊 还是可以原谅的 人家周医生 那学术水平还是有的嘛 这个我可以肯定 周医生治好的人呢 肯定比他治死的人多 这个相对比较啊 这个医生 还是可以继续凑合着当嘛 对不对 这哪是什么 怎么了 听不进去了 我看哪 段浪小有说的已经很客气了 你的这副药给人要是吃下去 弄不好是要死人的 而如今你却还在注意你的脸面问题 周正用 你不觉得身为一个医生 你的思想状态已经很有问题了吗 我会向院领导申请 重新考核判断 你适不适合在中医院继续任职了 啊 老院长 你 我 我 周正用愣是被段浪这张嘴搞得里外不是人 左右不是人 前前后后上上下下都不是人了 当真是一个百口莫辩 百嘴难张啊 这时候始终在一旁的勤轻淡淡的来了一句 老院长 中医院跟段浪先生的比试还没有完吧 那么请继续吧 严正方文言看了看身旁的秦青 又看了看段浪 默默地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 那就继续吧 秦青率先上前 腰龙汤的配方 穿山龙十克 入骨丹八克 断龙骨十克 穿絮断十五克 牛入石十克 拜归板十克 丧继生十克 权当归六克 刘行子十克 熟帝皇十克 骨碎补十克 穿杜仲十克 老院长 段先生 我说的这个对吗 对吗 亲自说的对吗 对吗 我说的对吗 对吗 原来的对吗 是的 对吗